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帶大家各位看一下這場 斯拉夫對上條盾的比賽 雙方點位來報一下位置 斯拉夫位置是在12點的方向 那條盾是在6點的方向 為什麼要播這場比賽呢 是因為這場比賽算是 農田都是有特化的文明 條盾的農田便宜很多 來看他便宜多少 他的便宜的費用是40% 總非常多 他的均勻跟馬就擔落在城堡時代 跟電龍時代都各加1 所以總會加2 那算是一個非常硬的馬單位 還有近戰單位 那其實斯拉夫也是 斯拉夫他是一個農田貼身速度10%的文明 所以就是兩邊都有農田的優勢在 那他也是步兵跟騎兵的文明 他騎兵算是騎馬版的條盾 大家都這樣講 因為他的寶兵也是相當的硬的 那到底有多硬呢 他的裝甲我記得近戰是有8 到最後是有8的 沒錯 近戰是8 精銳的話是8 那遠房是3 那血量有130 但他黃金是80塊 超級貴的 但是他的硬度真的是很棒 因為他就算升到遠房最強的時候 遠房也有7喔 所以他不管是打近戰跟遠房 都是相當的不錯的 那最後也算是矛盾大對決 到底是條盾的兵硬 還是斯拉夫的兵硬呢 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來這邊快轉一下 那章節部分應該就不用太多看 我們先看一下圖的位置 那圖的話兩邊 我覺得條盾這邊的圖稍稍好一點 因為金是在後方 但是他的果樹在右邊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還行 比方是在正前方我都覺得還能接受 那這邊的圖也是算好圍一點點的 那這邊圍起來 然後這邊看要不要圍到底 然後比較舒服一點 你看他斯拉夫的圖 斯拉夫的圖可能就... 沒那麼好了 因為他的大金算是前方的位置 然後果樹也是蠻外面的 很容易被一個棒棒騷擾 或是四仇小弓騷擾到 那這邊... 這邊條盾拿出了棒棒想要做應對 然後棒棒出去 家裡開始圍死 圍死的話 我還拿了這麼多村民 那應該就是要打一個... 黑跳城了 那來說一下 為什麼現在棒棒只出兩隻雲 現在好像是META的關係吧 兩隻棒棒 我打三隻 好像經濟上會更好一點 然後升級也更順暢一點 來看一下這邊 哇這個建築工跑出來了 哇沒掏死 沒關係騷擾一下也是賺了 來看一下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是 繞不太早什麼東西 那這邊是斯拉夫 藍色 算先上封建時代 那紅色的話 大概稍稍慢了一點 大概慢了40%左右 但還行 現在他反正就是黑棒棒 前置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這一邊 斯拉夫打一個更兇的 裝甲 封建裝甲 直接拿下兩個殺 兩個村民直接倒地 那這邊 還在砍這個步牆 哇這個斯拉夫打得真的是有夠兇啊 但是這兩邊不妨多浪 這邊也在做騷擾 條頓不甘失落 那這邊斯拉夫拉了7個來挖金 那這邊是要轉小弓囉 對沒錯 小弓開始在出了 OK小弓過來 但是條頓這邊 弓箭也準備好了 但是金也在後面相當舒服 這邊有點失誤 喔唷 差點射到 堵掉了這個千軍一把 這個被射掉的話 肯定是死一隻裝甲撲兵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上面 有一隻村民被打 喔不是村民 一隻 欸這個是村民好像是欸 這個 應該是一村 喔 有一隻村被殺了 然後一個棒棒被換掉 然後棒棒跟錯錯互打 好這邊小弓過來 那確實 藍色是死一村 沒錯 死亡數是一 但是這邊 裝甲一直都沒死 之後也還活著 所以死的是村民 沒有錯 那看一下這邊 小弓進來 會有點難受 因為這邊墓區 跟黃色在後面 或是被流進來就尷尬了 好但是這邊 條頓也趕快下了冰場 趕快升級 一級弓 戰盲可能要多來一點 那這邊 果樹被騷擾到已經不能吃了 但是 條頓這邊 喔 斯拉夫這邊 還是挺舒服的 果樹快吃完 黃金也是挖到 相當開心 好那這邊 算是一個條頓大獵士 前期就死了兩村 然後棒棒前置也只換到一村 然後還死光了所有的裝甲 棒棒 好那這邊裝甲的話 會不會送掉了呢 很有可能 哇這個 袖操作 哇 哇 哇 砍死了 這個雙甲砍死了 戰盲就很賺啊 讓前面這邊 步兵的壓力就沒這麼大了 但是因為這邊 小弓的數量有點少 這邊先選這個撤退 避免被他一個 藏落馬包夾 或是戰盲直接換光 然後換光的話 他就會變成被動防守 會有點尷尬 好這邊先來一個 後撤一下 看一下這邊會不會追出來 喔有 朝著這邊把小弓拉出來 想做個探查 看一下有沒有在海底下附近 這邊兩邊都在看一下位置 OK OK 那在這邊 在這邊 斯拉夫 拉了很多的小弓出來 有隻 還是現在這邊會變成互相殺的狀態嗎 這邊小弓出來想要做個破口騷擾 然後後面好像意識到了什麼 直接往 橋盾的這邊小弓走 他是有看到的樣子嗎 應該是有 這個臭臭可能在虛弱的時候 看到地圖上有出現紅紅點 OK 那來看一下這兩邊會不會打起來 OK 兩邊 都沒有探查到的樣子 OK 這邊小弓躲上套 好 錄一下時間 上城堡石再打個timing 奴兵已經開始研發了 但是斯拉夫這邊升級 稍微有點慢了一點 好這個 打一個奴兵變身timing 直接進去二級射也好了 然後奴兵也好了 但是條盾這邊 選擇轉出 還是在打奴兵 那斯拉夫這邊小弓沒有升級 好 實在是小弓沒有按奴兵有點虧啊 那邊轉出了騎士喔 然後這邊稍微斷村 然後村民大千禧 這邊不行喔 這邊如果再跟他硬打 可能會很虧 這邊奴兵在做騷擾 兩邊奴兵都在騷擾 OK這邊可能要會合囉 因為這邊看到對面在爆騎士 這邊勝掉可能不太舒服 趕快打一個木牆 一起出來一起舒服一下 不然這邊被解掉的話 條狀可能會很難受 暫編中按下奴兵 可能斯拉夫剛剛按兩隻騎士 所以奴兵沒有辦法變身 那這邊打木牆兩邊要會合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奴兵在做燒了 這邊來了更多奴兵 這邊打一個雙線 這邊應該要走出去了 如果這邊看到騎士在右邊的話 應該會再來一個聚集 那戳戳會再過來 好打一個正面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村民數值的話 其實兩邊是持平的狀態 那條盾這邊 進化的攤命打得還不錯 那上面斯拉夫的村民 稍微移動一下 沒有採支援 把那段空檔稍微打了回來一下 這邊變成射死的蠻多的戳戳的 這邊有生侶可以來招這個騎士 他這邊可能變成奴兵大戰咯 他這邊頭實在兩邊都招好了 可不可以有 哇這差點砸到啊 那兩邊會不會打出一個破口 但是這邊 挑戰很聰明吧 比喲 我有看錯嗎 他居然砸了十幾隻 這一切發生的太突然啦 兩邊突然交流得起來 兩邊都覺得有點 有點痛啊 但我覺得喬頓這邊 好像大虧啊 擺給了兩台投石車 然後還被砸掉了十隻公兵左右 這邊只剩15隻 那這邊投石車再來 再砸的話有點危險 喔唷 很危險 你真的要這樣嗎 調盾你這樣子很 嗚嗚嗚嗚 還是被砸到欸 你這樣不太好吧 我這邊要撤欸 哇這邊他在等著 投石車出來 他也沒讓兩邊換掉了 這邊都被砸一下 哇賽 剩下11隻 哇 沒救了 而且都殘血 這邊騎士出來收頭了 完蛋 調盾了一個大獵 會不會打出GG啊 我覺得會 還是不會呢 哇 還沒打出GG 喔這邊趕快壓寶 因為他繞到自己的前線部隊全滅了 不能再去做一些壞壞的事情 這邊加速一下 這邊史達夫看到對面的工兵單位全滅 然後壓了出來 把這邊奴兵直接撞城堡全部送掉 看到全部送掉的時候 史達夫心裡有底了 OK來對保 現在我來上帝王時代 來鋪丟遠投 這邊 條盾已經率先上了帝王時代 好快喔 這個資源 這個資源 這個田鋪了很多欸 40幾片田 是怎麼鋪的啊 左邊在這裡把他手邊發現 右邊也在探查 右邊也在 看有沒有個破可以打 兩邊都展出了騎士喔 那這邊上帝王的話條盾是有優勢的 條盾的馬會比斯拉夫的馬多二防喔 所以這邊條盾只要一直爆馬應該是不太成問題 那這邊一個村民探查到這邊爆一個奇事 史達夫家裡慢慢轉出了板獎 步兵遠防 近防各加一的一個科技 那這邊史達夫看來是要轉出步兵了 那這邊要轉劍勇的樣子喔 開始在升級長劍兵 跟護衛技術 那條盾這邊選擇了重裝騎兵 跟二級馬卡 好遠投 那這邊兩邊沒意外的話 就是會打一個 硬碰硬 但是這邊可能會變成步兵打騎兵的一個畫面 那這邊長劍兵按了下來 史達夫這邊對決好像不太妙 兩邊的騎士雖然差不多 但是條盾這邊有4-6防近戰的優勢 數量上也稍微贏了一下 而且這邊 把對方的騎兵全部吃光啦 哎呀我的天 這邊騎士全部解掉的話 這邊騎士就可以自由行啦 來去史達夫 一日有 完蛋 這邊這裡招一個 應該是招得到 但是也會死招一個殘血的嗎 哇 沒招到 因為條盾這邊 是可以 天生就抗招響的啊 哇 這個又招不到了嗎 喔招到了 哇極限招 招一個血蠻的 這裡面戳戳 趕快要城堡來了 斯拉夫一日有 能不能逛得愉快呢 逛得不是很愉快的感覺 好像沒殺到幾村 村民樹 明明是斯拉夫被移日有 但是斯拉夫村民卻有129人 領先條盾這邊100人啊 村民條盾稍微有點不足喔 那這邊 那這邊 作為代價 斯拉夫正面前線的城堡 被遠頭給打掉了 那這邊 斯拉夫等出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想要做一個防守 那這邊應該不會一位的防守 直接下了大吉兵 然後雙手劍兵也研發好了 那劍勇這邊應該是不會有 因為斯拉夫我記得好像沒有吧 還是有嗎 是我記錯了嗎 有有有有有有劍友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斯拉夫有劍友 那斯拉夫他是個步兵文明 為什麼他是步兵文明呢 是因為他的步兵 可以傷害零件的單位 王家四場 這是一個踐踏單位的概念 會有擴散攻擊的效果 那這邊條盾 騎士出來了 我非常的硬 七一防 十四加四 血量八十滴 非常的猛 看一下這邊 斯拉夫 鋪了更多的錢出來 點下來王者四重了 王者四重一言發好 就可以跟 挑針騎士團隊打了嗎 這裡應該會是一個步兵對決 右邊說說創出來 左邊這邊 有一個小分隊 想要碰面殺些村民 但這邊好像有點難抓到 因為這邊已經被劍塔看到了 橋段這邊應該做出應對 沒錯橋段騎士船已經出發了 再路得上了 那這邊城堡解掉一些疾兵 稍微騷擾到了石頭的採集 那正面的話 斯拉夫這邊 隨便一直被投喔 可能還要再補一些 不然到會爆常見 爆禁勇 可能會爆得比較慢一點 那這邊斯拉夫有點尷尬 金龍雖然勝了上去但一攻 還沒有升 現在在升一攻了 但是防御還沒有升滿 防御已經升滿了 原來是 原來是斯拉夫 所以有點 哇賽 這兩個條盾騎士團 一人各砍兩下 金龍都倒在地上了 那這個王家四重 可能有點尷尬喔 雖然攻擊有擴散的效果 但是 對上 條盾騎士團 還是不太妙啊 那右邊轉錯了 沒有轉錯錯 出錯是 開始原本就有了 這邊 要來空地圖 來這邊挖石頭 好那這邊 正面的畫劍 有 要來打正面了嗎 這樣子 攻擊還沒有好 還在升 馬凱的防禦 升級馬凱 準備 升級好了 那這邊可能要轉一些奇兵肉 去做一個 拆頭時機的一個想法 飛燈這邊 劍勇選擇 路過敵方的城堡 直接 來跟他說個C哈囉 但是這樣好嗎 下一台是一座城堡 你不管走到哪裡 都是城堡 我這邊想要利用一個城堡 收不到優勢 趕快 來跟對面的條盾騎士團 做一個互換 這條盾騎士團 太痛了 這條盾騎士團 還沒升到滿 卻有爐死的殺傷力 不得了 這個金牛 可能要白給了 這件 雅龍數量來到十隻 哇 越來越少 這邊城堡也在射 看來是白給掉了 那這邊該出現的城堡 還被條盾抓到 那條盾看到對面出鏡 讓他互打 應該心裡也覺得怪怪的 他怎麼會想那麼互打呢 點JPG 那沒有辦法 因為士拉夫就是步兵文明喔 來看一下 OK 這一次 好像士拉夫意識到問題所在 這邊升了一個三級弓 然後準備要出貴族鐵騎 跟對面的條盾騎士 是 最後一個呼喚了嗎 到底是冒牌破會贏 還是正版的 條盾騎士團會贏呢 這邊 金瑞貴族鐵騎 已經升到金瑞啦 哇 金瑞之後防禦8加3 近戰防禦有11 那這邊就是 兩邊的硬剛對決了嗎 好 這邊條盾騎士團也升到金瑞了 近戰防禦13 遠防6 攻擊力18 近戰防禦還沒三級弓 哇 這邊大戰被吃光 條盾騎士團好強 這個王者四位 效果不太大 雖然有一部分的條盾騎士 是殘血啦 但這邊轉出了貴族鐵騎 喔效果還算不錯 有算是稍微能打贏的狀態 因為血量多一點點 大概多條盾騎士多50滴血 但是這邊條盾騎士的數量很多 這樣兵壞也不是辦法 趕快拉個距離 但是這邊斯拉夫有點斷擊 開始轉出去肉 條盾騎士團這邊的黃金量 好像也是稍稍不足 開始描畫點出騎士了 結果還是有黃金的 轉出了一堆火槍兵 作為一個防守 效果很不錯 打步兵騎兵傷害都很高 重點是能百挑 左邊條盾騎士終於意識到 2公里有上 3公里沒上 這邊是要守司城堡嗎 這個數量是可以守司的 我覺得沒問題 這邊先來控一下對手的金礦 左邊那邊繞了一筆肉 馬斯拉夫想來個側面騷擾 看看我們抓到一些正在 踩這邊的農民 這邊這邊 卻有金銳貴族鐵騎在這邊硬扛 但後面有火槍兵在投射 那如果這邊硬打的話 邪術聲音還不好說 但貴族鐵騎明顯 佔了劣勢 因為他在第一處 趕快拉到高出打嗎 但是好像不太行 拉到高出的時候 就死了一堆貴族鐵騎 哇塞這個條盾騎士 只是死了兩隻啊 換掉了大概七八隻的貴鐵 然後五隻七隻八隻的洛馬 哇這邊要硬打一次 但朝鎮騎士右邊拉了高地 又是個高地打第一 哇你這樣可以嗎 這樣硬打的話 貴族鐵騎 你這樣子硬上不太好吧 這邊朝鎮騎士的數量也是很多 目前朝鎮騎士是死了六隻的單位 喔來到十隻了 這邊洛馬要硬上 可能上不太贏 洛馬被打一下很痛 看一下他被打一下有多少滴血 哇塞一刀二十滴 真的是被捅到 捅到 喊媽媽啦這個 這個好硬啊 這個條鎮騎士團硬打是不是有點太魯莽了一點 呵呵 這邊針侶有點失誤了 居然走得出來 哇塞 直接兩刀重死一隻 這邊斯達夫可能要靠一個騎兵集中性 去做一個針對 支援燒的打塔會比較好一點 那條鎮騎士團打的聲音已經沒問題 我覺得就算硬A過去也沒啥問題 這個預言都可能趕快跑 不然要被條鎮騎士給追上來了 這邊條鎮騎士是一個硬A 其他都會開始打正面的部隊 這邊條鎮騎士團的數量還是非常的多 哇塞 這個會合之後條鎮騎士團又一次的碾壓 條鎮騎士三攻還沒有好 就可以打出如此的成績 太扯了 貴族鐵騎也不是他的對手 哇 打完之後還有32隻 這邊出錯錯意義不太大 但是因為斯達夫已經沒支援了 只能轉出桌桌硬扛 這邊條鎮騎士的一個正面 右邊這邊要趕快轉出 經濟到這邊趕快挖起來 不然的話經濟就要枯竭了 正面的話斯達夫又在這邊追擊的系列 好像是控兵的問題喔 這邊疾兵送光 然後這邊條鎮騎城堡一個補血 看這邊補血補多快喔 來看一下這邊血 哇拉的很快喔 這邊條鎮有免費的草藥治療 算他進城堡的時候 那個回血速度很恐怖阿 你看他一鍵會條鎮騎士團 又是一條好漢 這邊有個肉碗在做騷擾 右邊這邊在拆一些掃彈 左邊這邊 在做一個偵查 順便輕肉碼的一個狀態 但是斯達夫確實有想到 要用肉碼去做經濟支援殺 但是條鎮也不乾濕 已經把大戳戳給安排好了 在家裡有很多的戳戳 可以做支援的防守 由於右邊看到他這邊開出了一大堆的城堡 那決定這邊要補定一個分推 打左邊然後右邊給你站 沒關係 因為你的兵都在右邊的話 我就可以往左邊的靠近 但是兩邊好像還沒法打出一個破口 那這邊條鎮有點困難 因為沒有工程器 可能只能慢慢手撕這些單位 就是建築物了 可是拆的有夠快的啊 這邊條鎮盾 可能要防一下家裡 可以嗎 斯達夫過來用肉碼來做個機動性的騷擾 但是問題不大 搓搓已經在這附近 準備好了 但是燒到一些農民 在這邊搓搓過來 條鎮騎士團 硬上這些搓搓 哇賽 搓搓死很快 直接被包起來打 哇賽 四下 沒有三下搓死 一直搓搓完蛋 這個搓搓有點尷尬 正面來個騎士團 好像有點操作食物 直接硬點對方建築物 這邊鐵騎一個無形輸出 能不能砍掉這些騎士團 應該是沒問題 想要把對面的修圍的 皮器砍出來嗎 讓這邊斷金 還有一個想法 但是很有 哇 噴出來了 建築物好像也拆了掉 完蛋 這邊會臨時斷金一下下 資源兩邊都非常窮 看一下 黃金的部分條鎮 還有600黃金 但是斯拉夫這邊 黃金可能快斷了 剩下最後的750黃金 加上剩下144 所以剩下不到1000黃金的庫存了 左邊條鎮這邊 再壓了過來 想要打個正面 因為正面 才會被投了 這邊很多的戳戳 直接 哇賽 擊倒了很多肉 哇 這邊櫃鐵會很尷尬 這邊條鎮只要展出一些戳戳就行了 就可以把這些櫃鐵給解決掉 但是這邊條鎮還有很多的 騎士團 這邊拆很快 遠頭馬上被拆掉了 哇這邊還沒解掉 哇這個直接拉走 但是對面正面的戳戳都死光了 可能要戳戳跟櫃鐵硬打了嗎 但是櫃鐵還是很硬啊 戳戳也是硬是扛的下來 但是這個遠頭沒有拆掉 有點可惜 但是這邊條鎮的軍 似乎不太夠 這邊只有三個軍人在造出錯 排成都排到87啊 這裡是87啊 不好說 但是這邊 繞了很多錯錯進來 到史達夫家裡做一個燒好肉 然後這邊有偷偷安排肉 在這邊 但是有一個被發現 還行 正面上的話 應該是條鎮不會說 正面條鎮的兵用 跑到城堡裡面做休息 這個草藥學 好賺啊 一直白條對面的單位 還不如傷自己的單位的總量 好那史達夫的黃金剩下1000了 黃金要挖完了 好不是 那邊黃金量升1000的是條的 那史達夫這邊 確實這個金娃丸就沒了 正面的話會很難打 這邊肉麻繼續在裡面做騷擾 錯錯 在這邊砍 但是肉麻直接被捅死 完蛋 這邊轉出了火炮 終於想清楚 要開始故宮的器進攻了 好 這邊肉麻騷擾 非常到位啊 哇 這個肉麻一出來 把這裡的臭屁指教拉走 不然可能會全部送汪汪 好 正面的話 條件還是要用這邊騎士團 做個防守進攻而已 好 以退為進 守這個高地 用火炮 進行一個騷擾 然後家裡 敵人家裡使用肉麻做騷擾 就可以做到很大一個效果了 雖然沒有輕起命 但是攻擊力還有5加4 哇 這邊對手打出了GG 這邊是條盾騎士的獲勝 史達夫貴族鐵騎實在是太過了 沒辦法轉出大量的貴族鐵騎部隊 來做一個反抗 哇 那我們這邊恭喜條盾獲得了勝利 可以看這邊數據的總牌 哇 這邊條盾 直接打出一個2換1 KDA 金殺單位有617 損失只有335 相當好看的一個KDA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哇 經濟部分反而是史達夫 經濟超好 外面控圖也是史達夫贏 但是這邊永遠打不贏 條盾騎士翼的一個贏啊 所以拿了再多的資源 還是這邊打不贏 那這邊黃金產出也是史達夫大優啊 哇 條盾居然一個一隻東西拿到 哇賽 這場對決太出乎一個力量 史拉夫居然 經濟全勝的狀況下居然還打輸了這場比賽 這就是條盾騎士船的硬扛實力啊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吧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